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496集 末路 此时的端木骏的确已经开始行动了 因为他已经等了一千年 一刻也等不下去了 伴随着阵阵凄厉的喊叫 庶民正走在大街上的凤族人 突然发现自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黑色光芒笼罩 紧跟着浑身上下便开始莫名其妙的剧痛 早已不由自主地跌落在地 痛苦地翻滚起来 然而在翻滚的间隙 他们终于看清了黑色光芒的来源 不由起声惊呼 黄 黄鹤 怎么会是这样 站在他们面前的女子 虽然一身黑衣 面容冷凝 带着说不出的妖野诡异之气 然而只看了一眼 他们便确定那正是他们的皇后楚寒征 不久之前 正是他与凤王一起破除了六合封印 恢复了凤族人的力量和体制 又消灭了乌玛帝国 产出了魔君父子 让天下重新回到了凤族人的手中 让每一个凤族人都感激涕零 可是如今皇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要干什么 原来那股让他们痛不欲生的黑色光芒 就是从皇后的手心发出来的 而且不管他们尖叫得如何凄理 她都没有任何反应 仿佛在她面前的不是她一直倾力守护的同族 而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几人只来得及想到这里 便感到意识似乎瞬间远离 再重新回归时 站在一旁的莫里里已经立声开口 儿等的黑化仪式已经完成 还不快过来拜见大人和王后 仿佛是鬼使神差的 几人立刻挣扎着爬起身 跪在两人面前齐声高呼 拜见大人 王后 几乎与楚寒正一模一样 几人的面容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没有任何变化 眉宇之间却已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 显然他们的体质也已经被黑化了 好好好 很好 端木俊仰天狂笑 早已一把搂住了身旁的楚寒正 果然还是我的小丫头最能干 等这天下尽归我手 将只有你才有资格与我共享 早已收回手的楚寒正静静地站着 嘴角擒着一丝阴冷而邪意的笑 所谓端木俊的行动很简单 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所有凤族人的体质全部黑化 到时候蓝叶云等人就成了光感司令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还有楚寒正这位凤凰神在 那简直就是一件无坚不摧的戾气 蓝叶云之流根本不值一提 当然 最重要的是一千年前 他想要将凤族人的体质黑化 需要费不少的功夫 可是 如今有了楚寒正 他只需要将黑化凤族人的法子说出来 再配合楚寒正的神力 黑化的过程便可在片刻之间全部完成 所以这一路行来 不过区区半天的功夫 已经有成百上千的凤族人被完成了黑化 沉浮在了他的脚下 怎不令他得意万分 仰天狂笑 很显然 再这样下去 这将是一场比魔君父子 为祸人间还要严重的灾难 不过 这本来就是端木俊所期盼的 所以他片刻也不耽搁 立刻拥着楚寒正向前走去 丫头 你受累了 走 我们继续 晚上回去好好犒劳犒劳你 因为他们的黑化行动刚刚开始 众人还都不明所以 所以大街上不时有行人经过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 正因为如此 刚刚向前走了没多远 便看到五六个年轻男子结伴而来 端木俊立刻阴沉的一笑 丫头 就是他们吧 楚寒正点了点头 立刻站定脚步 双手已经缓缓地抬了起来 谁知与此同时 那几个男子已经看到了他们 不由顿住脚步抬头一看 跟着万分惊异地跪倒在地 参见皇后 那是皇后没错吧 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 还有皇后竟然没跟凤王在一起 这才是最奇怪的一点 看着跪倒在面前的几人 楚寒正微微冷笑 笑容绝美而妖艳 下一刻 两道黑色的光芒 已经从她的掌心急射而出 瞬间将几人笼罩在了其中 淒厉的惨叫紧跟着响起 几人已经毫不意外地滚倒在地 完全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他们认错了人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皇后吗 眼看着这几个人的体质 就要被完全黑化 一道黑色的光芒却骤然袭来 向着楚寒正迎面而去 伴随着一个男子的惊叫 阿正 快住手 楚寒正皱了皱眉 不得不收手后退 轻轻巧巧地躲开了那道金光 地上的几人却已经爬不起身 依然不停地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端木俊的脸色瞬间阴沉到底 衣袖一挥冷哼了一声 已经奔到境前的 不只是蓝叶云 还有沈最欢等人 这原本同属于凤族的正邪两派 终于真正地面对面了 然而蓝叶云的目光 却只锁定了楚寒正 不可否认 看到楚寒正的确安然无恙 他倒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然而 当他看到楚寒正的神情 尤其是目光那明显的改变 却仍不自觉地倒退了两步 几乎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阿正 你 你 不得对本王的丫头无礼 端木俊一声吏翅 仿佛为了宣示自己的所有权 立刻抬手 摟住了楚寒正的腰 将他带到了自己的怀中 蓝叶云 你既是凤族王族后裔 本王便是你的先祖 还不过来跪拜 楚寒正虽然也在看着蓝叶云 目光却平静无波 显然此时在他的眼里 蓝叶云跟路人甲蚁并没有任何不同 往日那刻铺铭铭铭 往日那刻铭铭心的爱恋 早已在被黑化的体质面前消失无踪 这一点显然才是蓝叶云绝对无法接受的 尤其是看到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的一幕 他更是瞬间白了一张脸 眸中已经闪过一抹冰冷的怒意 端木俊 你对阿正做了什么 大胆 本王已经说过是你的先祖 你还敢无礼 端木俊又是一声吏驰 越发紧紧地露住了楚寒正 丫头是本王的人 从此之后 跟你就没有半分关系了 你如果再敢存丝毫亵渎之心 傻无赦 何必跟他啰嗦 楚寒正皱了皱眉淡淡地开口 语气淡默地令人绝望 待我也将他的体质黑化 他便彻底老实了 说着他身体一动就要出手 苍莫已经突然一声尖叫 王妃不可以 王爷是你的夫君 你怎能 我的夫君是他 楚寒正皱了皱眉 一只手已经搭上了端木俊的肩头 他是妖凤 我是妖黄 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